今天给大家说一下,如果女生非常柔弱的情况下,那么在街头碰到坏人这种脱拽的情况下,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摆脱坏人的束缚呢? 那么大家一定要清楚啊,你小力气,你别想给这个大力气一个琴拿呀,给他过来掰过来,然后把他琴拿住,那个是绝对不存在的。 但凡是琴拿控制的这种技巧,一定是两个人体力,体格上,身高上相差不多的情况下,如果说像我们这种,就算这种身高长,那么女生也别想把男生琴拿住。 那么我们女生可以怎么样来逃脱呢?今天就来交代一下一个,主要呢就是借力打力,如果坏人在疯狂的给你拉扯,拽走的情况下, 你不要想办法向这个方向去逃啊,你逃不过去,那么你索性呢,他拽过去,你就随着他过来。 那么过来我们不是单纯的过来啊,一定要有技巧的过来,怎么办呢? 还是,对方的大拇指是很脆弱的啊,你可以呢,马上向这边去翻,然后呢,去压对方的大拇指,这样去过来。 对方在一拽你的时候呢,你顺着他那个劲儿,直接过来。 哎,这个时候呢,你的手就有可能翻过来,那么这个是其中一种方法啊,如果说对方的手不让你这么翻,怎么办? 他在转你过来的时候,哎,看到了吗?你直接马上用你另一只手的肘呢,去攻击对方的头,面部。 那么这个时候,对方一定就会受到你肘部的攻击。 这个时候,你就可以趁此机会快速的逃跑了。 我们这样的技巧呢,主要运用的就是战术,我们既然跑不了,那我就顺着他的劲儿来。 当然啊,像我以前讲的,你可以先洋装跑的话,对方会更使劲地转移。 哎,你顺着他这个劲儿,再过来的话,效果可能会更好。 所以我们,如果女生力气小,身体比较柔弱,那么呢,你就不要想着我们去擒打对方啊,你一拳可以把对方打趴下啊,这个就不要想了。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非常巧妙的办法来把对方给制服。 找到合适的机会呢,我们再逃跑。 我是小义武术教练,那么帮助我们普通人来学习更多的防身知识。 喜欢的话,别忘了点赞和评论,点击头像,主要的专栏里面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 咱们下回再见,拜拜。 拜拜